大家好 我是天狼 今天来我们这个育种棚里来拍视频 临时给大家加个餐 加个什么呢 就是有一个特性 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看这颗月桨 其实我们这才降温第三天 那么刚一降温 其实这些芽都是降温之前长的 你看它具什么特点 大棚里白天真的前两天那么热 这里55度以上的高温 夸张一点60度 特想就是这个花经受什么样的摧残 但你发现这个品种上依然有花 但是今天来讲不是重点 不是讲花 你看这个花没有完全卸掉 你看这个叶芽萌发出来 以下三个 三个每个上面都有花苞 那你看它不是某一个枝条 它是整个这一个品种 你看全部都是这个新芽 活力特别强 并且你发现 因为我们育种的 它没有修解 那下面的果实都挂在上面 春天接了果子 夏天迎着高温继续涨 继续萌发 并且我们来看 我们都知道月季的芽 如果茁壮 它的芽的花青素含量是比较高的 你看 它的花青素 也就是说它很健康 而且能开很好的花 那像这样的特质 其实就是我们培育未来月季的新的方向 我们叫活力 又叫活性 那么有了这样的特质 就是我懒我不去修剪它 不要紧 你看这马上就开了嘛 是不是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这个花没蟹 这个叶芽就发出来了 它的开花周期就会变短 一批跟一批之间的衔接就很顺畅 不会等到你修剪完了再长一波 那么还有一个 它的一年的生长量也会大 简单来讲 长得快 分支好 分支多 开花勤快 一年照比普通的能多开三到五次花 明年的一种才能开几次 你想想 这个特性重不重要 那么这个特性为什么要为它去讲呢 是因为这个特性太稀少了 你看这边来 这就是传统的切花 你看看 你自己看看 到这里就停了呢 你不修剪它都不爱发芽 那你看 你看这些 你看这些 不管是我培育的品种 还是国外的品种 多数都是这样的 既有这样属性的特别少 来我们向前走 你看看 有一个品种 就是我们培育的空蒙 它被诟病了很久 诟病的原因是啥呢 就是春天花瓣打不开 但是花友是又爱又恨 那么夏天又觉得它特别好 那么我们过来看一下 它到底好在哪呢 四五十度的高温大棚里 你看这个新芽 你看这个新芽在长的 花好不好看 咱不谈 今年这个天气太过分了 但是你就看它这个新芽 它这个生长式 来 这是花 你看这花还有颜色 这么高的温度 说明它没有被晒干几天 那侧芽的花已经卸了 说明在开花 你看 这个主花苞没开 叶芽又长出来了 小花苞又在心里了 你看看它这样开花频率 这个才是 其实有的时候花友只是觉得 这个花长得活力很好 芽头很多 开花开得很好 但是没有真正较真去 到底是它哪个特性 使得它具有 它呈现了这样的一个特点 那么今天就来告诉你 在我看来这就叫火性 这就是未来月季 我认为咱们家庭园艺里面 这种的月季 通通都要具有这样的一个属性 我不知道你怎么看 如果你觉得还有那些好玩的属性 你想要的特点 记得留言给我 狼哥很需要 你给提供你想要的月季 是啥样的 别跟我说 我要好看的 大家都想要好看的 而是一些比较有意思的 平时不容易发现的 不经常被大家关注到的这些特点 你看这个 先不谈这个花好不好看 因为这个是我们培育低维护的月季 你看看这个 你看这个叶芽 你看看这个叶芽 撑撑撑的长 你看这小花包一层一层的 它也有果子 你看这果子产量还贼高 这样的月季难道 它不像吗 如果花漂亮了 你不想要吗 那你再看看我们传统的品种 你再看看 一结了果子了之后就不长了 其实你的月季 你像这个制天使 你看不是黑它 因为这些特点都这样 你看接了果子 你看春天第一朵花 接了果子之后 到现在一个芽都没长出来 如果是你花蟹里 从那咔嚓一剪刀 剪下去了 它就长了 要多一道休闲 月季为啥要休闲 除了你控制猪行 另外你不剪不开花 不发芽 这就是很多月季花友 尤其小白花友 种不好的所要原因 你看像这个 索菲罗莎 很猛的一个品种 你看看 也是这个样子 因为我这里 其他的国外的品种比较少 多数都是我们自己培育的 你要找几个大家知道的例子 还真挺困难的 我们自己的品种 就拿玉环铭来说 我们来看一下玉环铭 这是我们的玉环铭 玉环铭相对来说 比大多数切花要好一些 它的特质在萌发 但是跟我们刚刚看的那个 萌发的完全不是一个当量级别 跟空萌完全没法比 虽然说你修剪了 玉环铭夏天花比较漂亮 但是你看它的这个萌质性 当然这不算是什么 特别明显的缺点 因为 狼哥所关注的这个特性 它还没有形成一种潮流 它还不是我们现代玉环的标配 我们现代玉环连 抗命性都没有达到标配呢 所以说这都是狼哥育种 要努力的方向 别以为狼哥天天在这里不干正事 我给你讲狼哥干的东西可多了 所以说这些东西 逐渐逐渐你会在 狼哥的品种当中 你会发现 这个花比力好强啊 好能发芽啊 夏天这么热叶子也不黄啊 我跟你讲 要不了多久 给我几年的时间 你看 这就是野生的 杂交出来的 你看看这个 这个生长量 我们每次拿剪刀 咔剪掉 咔剪掉 你看这个又没有刺 你看这样的月季这样的掌势 它虽然是个藤本了 我给它变成世纪开花的 就不是藤本了 所以说像这样活力的 就是我们想要的 你再看这个 你看 你看看这个 你看这个牙 喜不喜人 现在的温度 今天有点阴天 今天中午还38度呢 你看看 就这样的温度 在大棚里 我这个大棚膜 这么一照起来 里面全部40度以上 你看看 而且我这里还不整个施肥 因为我为了结果子 不浇肥 当然了 并不是说我们现代月季啊 没有一个品种具备这样的特质 那你看这个 为什么说雪山系列比较好的呢 这个就是雪山 我也不知道是蜜桃雪山 还是 还是粉红雪山 反正这是个雪山 你看 你看 当然了 它具备这个特点没用 为啥呢 花太大了 它这个长出来这条太细了 所以开的花太惨了 像这样的特点 一般我们风花月季 当然大花月季 我们也在调整 像我们的玉环明花也不小啊 我们的桃海花也不小啊 如果跟雪山的组合之后 未来 值得期待 好了 今天就看到这个点 跟大家 扯了几句 回头再说 我是天狼 下回再见